大家好,我是张小车 这期咱聊一聊卖车 手里有台车 不想要了 想出售了 或者说想换车了 站在卖家的角度 利益最大化的角度 钱越多越好 对吧 两种渠道 第一种是卖给车商 有Carvan有CarMax 网上都可以估价 把自己的编码 车辆的里程 什么这些东西都输入进去 在配置上 自己一定要非常清楚 自己车有什么配置 虽然你日常使用中可能没用上 但是你要知道 你车已经具备的那些高的配置 舒适配置 豪华配置 你都要把它加上去 然后还有一些local dealer 就是本地的车商 把车开过去给他看 他估多少钱 对吧 你可以拿Carvan的offer 跟他谈判 对吧 你看人都给我2万了 你为啥才给我1万8500 都是可以这样来谈的 卖车商就比较简单了 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 卖给私人 来聊一聊 有哪些渠道 有creditlist同城网站 大家都知道 然后有Facebook的marketplace 还有offerup 这些同城的交易的APP 这里creditlist要说一下 这个网站 好像在2019年 之前是发卖手广告不收费的 现在从那以后就开始收费了 每个广告收5美元 而且每次修改和更新的时候 比如说哪句话落下了 拿图片想补充了 或发错了 也同时再收5美元 当然你每交完钱编辑一次 它就重新置顶了 所以说在creditlist上发卖车广告的时候 大家最好把草稿 描述还有图片 都提前放文件夹里 都整理好 都放在文档里 提前写好 然后复制粘贴一下过去 就最好以免产生遗漏 然后再重新花钱 重新修改 那讲一讲怎么发这个广告 首先重要的事说三遍 洗车洗车洗车 卖车是干什么 有人嫌麻烦 咱发上去试试吧 咱最好一次就把这个事给办成 就办到位 就像我们去找工作一样 都是说通过面试也好 通过卖车也好 让这个东西 包括自己的人 作为人才 候选人 以一个最高的价格 一个利益最大化的东西 把这个给展现出来 对吧 你看我们去面试的时候 还得穿着利正一点 好好梳梳头好好洗把脸的 你去卖车 还是拍卖车广告 你肯定要洗车的 有多少车脏的在路边 就那卖卖车的 当然这里是站在卖家的角度 站在买家的角度 我就喜欢找这种车 我又喜欢找这种车主 都不怎么在乎 就先麻烦洗个车 都先麻烦那种卖家 现在咱站在卖家的角度 正烦的 为什么说车贩子的嘴都是跑火车 车贩子职业遭人鄙视 他就是一个正反两面的一个中间商 所以说都在他这里汇集 就他的双标 他的正话反话 怎么说 马上就能很明显的暴露出来 所以大家都骂他们 对吧 回来说这个拍照 车你车上没有坑 你车上没有碰撞 需要修复的地方 那你就去把它最鲜艳亮丽的那一面 给展现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你说走自动洗车通道10美元一次也行 你要觉得贵 然后自己也有点时间 那就走自助洗车 现在的自助洗车 大概都是2.5美元到3美元左右 反正三分钟 五分钟自己就能给洗好 洗完了再拍照 拍照的时候注意 不要洗完车就在洗车店拍照 不要这样很刻意的给人感觉 我这个车专门为了卖车而洗了一次车 我举个例子 我都做学生 我平时不爱学习 老师来了 我才使劲学习 但不要老师一来了 马上就做的腰板挺直的 头脑僵硬的死丁的书 这给人感觉太刻意了 要不经意间想一想 翻一页再翻回来 这样老师眼里看起来就很自然 这个学生在正常的学习 卖车也是 不要洗完车 就在洗车店门口拍照 在吸尘器边上拍照 我见过很多这种广告 就给人感觉 你就是为了卖车而洗的一遍车 平时你都不洗车 所以说把这个车洗干净了 擦干净了 水珠 不要上面有水珠 放到一个比较自然的环境 什么叫自然环境 公园的停车场 超市的停车场 小区的停车场 一个生活中比较自然的环节 场所那样一个场景 拍一下照 拍也要给它拍清楚 不要左右都有车 左边一棵树 右边一堵墙 把这个车夹在一边 要正向 侧向 或者是一个 斜式 大概都要拍一下 让人看得出 这车的四周 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然后你车内的配置 这就是你的优点 就要都展现出来 其实这个拍广告 我就跟写简历找工作一样的 你有这个优点 你会这个技能 你就要展现出来 你就要写出来 对吧 你这个车有倒车影像 你就要挂着倒档 给它拍一张 你看 我这个车中控台上 有倒车影像 我的车有座椅加热 你把它开关拍下来 见过很多微信群里 华人生活网 我有一台日本车要卖 我有一台丰田日本车要卖 里程也不说 然后照片也没有 上来就要8000 要3万 谁知道是贵还是便宜 都不知道车况什么样 所以说 你要真想好好卖 你就好好把广告拍一下 配置都列清楚 做此更是要把详细的信息 都罗列出来 哪一年 哪个品牌 哪一款 如果这一款有不同的发动机 或者变速箱形式 你要把自己要卖 这台写清楚 当前里程是多少 有几把钥匙 Title属性是什么样 如果你的车 没发生过历史事故 而且保养记录 也特别的齐全 这些都是加分项 加分项就要积极 主动的展现出来 你可以把你的carfax记录 这些保养记录 进行一个截屏 发在广告图片里 如果说你没有去 很大的气球店 完成这些工作 买零件的收据 或者在其他小店做的收据 放在一起拍一张照 这些都是证明你好好保养这个车 给你这个车的价值来加分的 增加买车者对你车况的信心 不是说让大家去吹牛 去造假什么的 那都没有 已经做好做到的 为什么要掩着藏着呢 或者说不故意的 把它给忘掉 不要这样 都要展现出来 对比一下卖车 卖给私人和卖给商家 卖给商家 就是比较省事直接拿钱走人 缺点就是钱少 卖给私人优点就卖的钱多 缺点要消耗时间和精力 过程中你还要跟每一个闲债买家来进行聊天和沟通 还要带他看车 在现场讨价还价 关于私人交易的卖家的定价 我是这样来进行参考的 首先这一个车我放到车商的网上 包括本地车商收车价 我知道了 然后我在网上看一下相似里程 同年同款的这个车 相似车矿的车商零售 通常都卖多少钱 我通常取这两个价格的中间数 作为我私人交易的成交价格 那人上来问我卖给车商好 还是卖给私人好 抛开人的时间精力先不谈 咱先聊一聊车和他所在地区交易 税务法规的区别 美国有的州买车 trade in 置换是可以抵税的 有的州是不能够抵税的 抵税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像买一台3万美元的车 你现在这台车将要置换给车行 车行按2万美元收你的车 你只交差价1万美元的税 这是可以抵税的州 有的州他不抵税 你买3万美元的下一台车 然后现在2万美元的车给车行 车行就直接给你2万美元 政府还是收你3万美元数量乘以税率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有差别了 如果一个人他要卖一台 他手里3000美元的车 比如说州政府的消费税是7% 有抵税政策 车行开出3000美元的价格 卖给车行 他能省多少钱的税 他只能省200美元的税 但是这3000美元的车 他自己卖可能能卖到5000至少4500 你看这就多出了1300块钱 1300块钱也是钱对吧 当然也结合你时间 有的人两周实际工作5个小时就卖出去了 有人可能两个月还没卖出去 对吧 结合自身的能力和条件 那如果你要换的这台车市值是6万美元 车行出价了 这个收车收6万美元 而且你所在这个州可以抵税的还按7%算 那你可以减免7%也就是4200美元的税 那你一看这个6万美元车如果自己卖 大概也就卖6万7左右 抗抗价6万6千 那还不如直接给车行了 因为私人交易很少有人拿着6 7万美元的现金全款来买车的 对吧 但是买50008000 1万5 2万的车的现金全款的私人买价却很多 所以说这些东西吧 还是要结合市场 结合你所在地区的置换法规 结合你要卖这个车 它是什么价位区间的 有很多复杂的制约因素 那还有一种咱在聊车的 如果你这个车是一个精品车矿的 而且是比较冷门的车 甚至说有一些兴趣爱好者社区的 我建议你直接走拍卖 Cars and Bees Ebay Motor 你可以在上面拍卖 我说拍卖 在这里是聊卖车 我没聊买车 这个二手车的私人拍卖 是对卖家非常有利的 因为这种比较冷门的车 在普通的二手车车行 它都是按照公式 甚至说查书本出价格 所以它给的价格一般都比较低 反而对于卖家不是特别的划算 而这种车 你要是放到车主社区里边 比如说克尔维特 他有自己论坛 老奔驰有老奔驰的论坛 老宝马有老宝马的论坛 萨伯有萨伯的论坛 如果你车况很好 在喜欢这个车的爱好者群 你这个溢价就会稍微往上高一点 甚至说高不少 这是站在卖家角度上来讲 这一期就给大家讲一讲 自己卖车 有哪些渠道方式方法 然后大概注意哪项 到了具体交易环节 怎么样的推销营销 怎么样说话 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 汽车销售员的时候 来讲一讲这方面 OK 这一期的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汽车文化 产品 消费 市场 商业 我是张小车 我们下期再见